其实我觉得马英九到重庆 那么是有历史性的意义的 因为重庆曾经是中国八年抗战的陪都 整个的八年抗战的领导中心是在重庆 那这一点我想这是一个历史上绝对无法抹杀的 一个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一面 中国近代史上 所以中华民国一百多年来 可能最艰苦可是所获得的成就最大的 将来在中国历史上最可歌可泣值得书写的一页 应该就是八年抗战 因为那个时候是一场非常艰困的战争 这个时候国内也有很多失败主义者 只有当时的江委员长坚持抗战到底 用一股气节 那么一口气撑下去 在极困难的时候撑了八年 或者最后的胜利 所以这个是中华民国对中国整个中国历史上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 那可是大陆我不晓得台湾可能就是说 虽然我们已经进入了中华民国这个一百多年了 可能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忘记了中华民国这个光辉 灿烂的这一页 所以我觉得马英九去重庆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历史性意义 而且有实质上政治意义 也提醒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人民知道 中华民国非常光辉亮丽的一页 而且对整个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做过的伟大贡献 那另外马英九他自己的父母亲在八年抗战的时候 他们在重庆念书 那时候叫中央政治学校 那中央政治学校就是现在政治大学的 国立政治大学的前身 所以也可以说也是我的母校 所以这个 什么可以说就是 就是我的母校 所以我知道校史还算略知以二 那我知道马英九父母亲他们当时中央政治学 他们两个同班同学 那是政治系的 那么就是班队 那么大四的时候还没毕业两个就结婚了 所以我觉得马英九去重庆有双重意义 一个就是他以中华民国前任总统身份 回到中华民国 曾经在中国历史上 做出不朽伟大贡献的那一个城市 那段时间 另外一方面就他个人来讲 他也去回去看看他父母亲相恋 最后结婚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个城市 对马英九对中华民国来讲 都有特殊的意义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重庆现在是中国内陆一个发展的重镇 那么武汉也是传统就是中国的工业的重镇 以前这个在中国的军火工业里面 大家都知道什么叫汉阳灶 汉阳灶的意思就是汉阳兵工厂出的这个武器 汉阳灶的这个步枪是中国在近代 抵御外辱很重要的武器的来源 那时候从这个张之洞他们梁光总督就开始在制强运动开始 就在武汉发展工业 所以现在马英九自己说有点有一点孤陋寡闻 我想这一点他应该要重新度一下中国近代工业史 就武汉三镇在中国的工业上 那是有不可磨灭的历史 那今天有这么高的成就 那也是从清末开始的努力 所以这个马英九去我想回顾历史 那么认清现实 展望未来 我想这一趟真的是可圈可点之处是太多了 我想我们还期望他在后面的旅程 还创出更多的这些火花跟光辉 有安排 有巧思 到南京 到重庆 其实在提醒台湾的年轻人 不要忘了日本曾经侵略我们 他到湖南 其实是在告诉大家要寻根 台湾大部分的民众除了1949年来的 大部分是来自于大陆的各省 那在这个之前来的很多都是来自于福建省比较多 或是广东 潮州 汕头等这些 那马英九的这一次的这两个重要的行程 其实就告诉大家说要寻根 而且不要忘了日本侵略我们 那接着他透过他的参访 然后把记者带过去 让记者代表这个马英九的眼睛 然后让台湾的年轻人 台湾的民众知道中国大陆的现代化 发展的速度是如此的快 他的智能化 工业化 重工业化 基础工业 他各方面的建设的速度 城市的建设的速度 从城市到乡镇的整个速度是如此的快 相对台湾来说的话 台湾真的落后很多 台湾现在只剩下政客的一张嘴 满嘴讲要打造什么科技岛 满嘴讲要什么都市更新 但是就剩下的就是那一张嘴 但是什么东西都做不出来 我觉得这个对比来说 大陆的高速度的现代化 对比台湾的政客的那一张嘴 跟台湾的落后 其实要泛行我们更多的年轻人 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到底生了什么病 我们出了什么问题 另外您提到有关于韩国 日本 他们的经济发展 特别是韩国的半导体 跟各位报告一下 日本由于台积电也搬到日本 有一个厂在雄本 现在那个主体工程已经快要完成了 建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日本的半导体的雄心壮志起来了 因为日本原本就长有设备 很大一部分的设备 然后他们也有原料 现在这整个制程台积电搬过去以后 日本已经定出一个战略 在2030年 就是现在是2023年 2030年的时候 他们的半导体的生产量出口 要增加三倍 从现在的5万亿日元 就是5兆日元 要增加到15兆日元 请问日本这样的一个发展中 台湾是不是要萎缩 看起来台积电到了美国 台积电到了日本 那台湾是不是会越来越小 台湾的新竹科学园区 台湾的半导体的山西产品的竞争力 会不会越来越出问题 我觉得这个当初台积电离家出走的时候 他的负责人有没有想一想社会责任的问题 蔡英文没有帮他们忙 而且还把他们送出去 送到日本送到美国去的时候 有没有想一想 对于台湾造成的伤害有多大 现在韩国已经呈现出大的问题了 韩国的半导体不能卖到中国大陆 韩国的经济开始出现 很严重的贸易的逆差 我们第一月 一月 二月 对大陆的贸易 不也出现同样的贸易逆差吗 为什么到今天为止 王美花应该要公布 我们一月二月的贸易 是不是出现 呈现出开始逆差的现象 因为我们到大陆的贸易额一直在减少 也就是说 主要还是在半导体的山西产品 那美国打压台湾 打压韩国 然后去培养它自己的半导体 培养它自己的产业 而我们的政府却配合美国 去修理我们自己的这些企业 坦白说 想一想 请何以看 我只不愿意用那三个字 叫什么贼的 对马云九有一点期待 我希望他能够多去几趟 下次的话 就是到我们这个山东老家 河南老家去多看看 因为大陆的重工业 这个实际上 这个影响的范围是非常广的 像我到了山东青岛后 看到那整个码头是无人码头 用的都是一种电 我觉得台湾那种 那种什么夜郎自大的那种感觉 就是透过这种报道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人为言轻 我们受到的瞩目不够 大陆现在全方位 所有的网红 全部到马云九经过之处 要架起网红来 就这拍 所以这个宣传效果的话 不得了 马云九这个人的话 第一个他是卸任的领导人 当然受到瞩目 第二个的话 他这个人他喜欢这套 他喜欢受欢迎 人家的话 他外表上也受人家欢迎 这个比我们的强多了 第三点的话 最重要的是 马云九的长沙话 真的不得了 我去过湖南 我昨天还跟谢兰兵聊 他是湖南人 我跟他讲说 湖南人跟国语一点都不一样 他说真的 湖南人听不懂 而且的话他讲得非常好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三种因素夹杂的效应 我觉得马云九这次非常成功的做了一次两岸之间的和平契机 那就在同时间的话 蔡英文当然表现的就稍微差强人意了 他自己就觉得说挺窝囊 但是马云九这边的话 最重要的就是说 他在南京 他从南京武汉 回来是他家乡 到重庆 他基本上是中华民国抗战的历史 从一开始到最惨的南京大毒杀 一直到重庆那边的话 有抗战胜利纪念碑 现在改参解放碑 所以说马云九本身这一次的话 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 就没有重庆 就没有他这个人 因为他爸爸妈妈 我也拍点关系 我虽然不是政大 但是我政大时小的 也算是跟中央政治学校 有一点关系 所以说最主要强调的一个重点的话 就是说马云九这一次 基本上是唤醒大家 中华民国抗战的意思 其中最重要的 我觉得刚好 日本的外交部长林芳正 又跑到中国来 这个王毅是有名的日本通 然后这个林芳正是有名的中国通 那王毅加秦刚面对这个林芳正的话 居然提出九项要求 你知道这个外交部长来访问你 这边的外交部长 跟他们的这个办公室主任 对这个林芳正提出九项要求 九项要求的我的解读是 其中最特别的一点 就是法新社翻译错了 就是说那个王毅告诉林芳正说 日本人不要当 法新社不是我意的 法新社议程说不要当走狗 但是其实原来讲的意思是 为虎做仓了 那个做仓 那个仓是死鬼 被老虎弄死的死鬼 有日本人不要当被老虎弄死的死鬼 所以这里面的话 说明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日本感觉上 他可以不用去 但是他去了 去了以后挨到挨讯 就是九个要求 他可能不会做 我相信安田文雄他们不会做 但是关键是 对中国对日本还有期待 说明中国目前为止 把这个主要的力量 都集中在对抗美国 所以剩下的其他的 不管你怎么想 我们都还是有期待的 这个最重要的 他们不是一直指控中国大陆有债务陷阱吗 所以中国大陆贷款给很多非洲的国家 那么造成他们的债务陷阱 后来大家一查 说大陆的利息大概只收2%到3% 而欧洲美国的利息都收5%以上 现在你看他们对于乌克兰一个正在战争中的国家 贷款给他收的利息8% 这个就等于是落井下石 一方面叫你乌克兰继续跟俄罗斯打 二方面你来跟我借钱 我再收高利息 然后未来这个乌克兰战后 他不知道还几辈子才能够把这些钱还清 我觉得战后的乌克兰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因为他们会相当长的时间都是在负债中 在还债过日子 马克宏跟这个冯德莱恩 冯德莱恩一起去北京 这是马克宏邀请的 因为冯德莱恩他是反中的大将 Michelle不想跟他去 按照外交的惯例 两位欧盟的 一位就是理事会主席 一位就是执委会主席 执委会主席其实有比较像秘书长的 这样的一个行政部门的 一个秘书长的一个角色 部长级的 那理事会的主席 他基本上是部长会议 但是这个主席是总理 地位是高的 但是那个Michelle不想跟冯德莱恩去 因为冯德莱恩的任务就是搞坏中欧的关系 而不是在促成中欧的关系 像冯德莱恩还没有到北京 还没有去 他又开始谅狠话了 他说我们要对于中国大陆的政策 要更大胆 更具有攻击性 这是红德莱恩讲的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他就讲到说 如果你中国不靠向乌克兰的话 那中国一定没有办法跟欧洲改参关系 但是中国很清楚知道 我即使倒向乌克兰 你欧洲随时可以跟我翻脸 而我从此以后 我会失去俄罗斯对我的信任 我一旦失去俄罗斯对我的信任 那我本身又一定会被你们西方的国家再度孤立 那中国本身两边都失去 所以玩这一招 其实一点用处都没有 他们还以为自己很聪明 那现在他本身要竞选这个北约的秘书长 因为北约秘书长10月要卸任了 所以他要竞选北约的秘书长 你可以看出来他的态度一定会更加的强硬 因为在北约里面就要塑造出一个仇中反中的一个态势 这样的话才能够获得美国的大力的支持 没有美国大力的支持 他也很难选得上 那我所以中国大陆对于马克宏 跟冯德莱恩到北京去访问就有别了 马克宏这边就是国事访问 习近平主席邀请马克宏到中国大陆来 进行三天的国事访问 但冯德莱恩就变成是中欧商定 冯德莱恩到北京来 有差别 内外有别 而且一位是由更资深的发言人 这个是哪个春莹 华春莹 由华春莹来去跟大家公布 那就是邀请法国 另外一个就是由更低阶一点的 心境的之前一点的发言人 来说这个冯德莱恩 这个中国大陆在处理外交 这个部分是非常的微妙 那法国这一次到中国大陆的 合作的范围很广 我只讲一个重点 这个就是在上去年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谈到要在文化方面 中化有更多的合作 果然在这一次我们看到 马克宏带了庞大的艺术家 电影的 艺文的这些人士到北京去 这代表什么 中化是从社会底层 开始要改善彼此之间的关系 欧盟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基建的 这个承包的案件 其实前几年就有意见 他们第一个是一种 见不得人好的心态 他们认为欧洲怎么会 让这个中国来做这种重大基建 这种工程 欧洲一向是这个技术 基建能力高超的一个国家 所以第一个他们在心理上 是不太能够接受 所以他们当时听说的 中国大陆有接收 就是说接到很多标案 那么中国大陆厂商 他们心理上就有点排斥了 所以这个大概四五年前 就已经是一个成为一个问题了 那最近欧盟正在准备立法 基本上就是限制外国的 这种营造厂商 在欧盟的境内 承接这种重大的 这种所谓的基建方案 它的理由是说 这个牵涉到整个的安全 国家安全 国防这些机密的问题 当然什么都是拿这个 拿这个出来当帽 那实际上其实就是一种保护主义 因为欧洲事实上 它也有很大的这种国际 有成造国际重大工程的营包 营建公司 目前欧洲大概还有三家 那问题就是说 这三家他们的竞争力 不如中国大陆的这个国际营建 可以承包大的基建工程的 营建公司 所以中国大陆得到这些 重要的这些包案的时候 基本上是透过国际标 它是去竞标得到的 那所以在法律上 事实上欧洲并没有阻止 中国的这种大的营造商 进入欧洲承包营建案的 这样子的法律的基础 所以他们虽然上口头上 已经有很多议论在反对 那我想幕后像欧洲本身的这些 大的营建公司的游说也是有关系 因为他们不希望欧洲的这个 基建的这个工程案件 这个市场被中国大陆抢去 因为他们也可能也看到一个趋势 如果现在不加以限制的话 大概欧洲很多国家的基本营建 都会被中国的这个营造商抢去 因为性价比高 对竞争力强 所以欧洲现在欧盟正在 要开始加紧立法 那么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讲 它并不是说什么安全问题 这些基础建设 他们到其他国家去 这个接到案子就没有安全因素 自己国家让外国进来 就有安全因素 我认为纯粹是保护主义 也就是要保护欧洲的营建市场 不让中国大陆厂商 把他们的市场都抢走了 那可是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说像Croatia Croatia 这个塞尔亚 塞尔亚最近有一条铁路 有一条高速公路 中国当时帮他建 那成效非常的好 那在匈牙利也帮他修铁路 那匈牙利是欧盟国家 如果通过的话 匈牙利将来未来 可能也没有办法 这个接这个 也不能把这些重大的工程 就是说 以招标的方式 开标的方式 让中国厂商得 那像塞尔亚 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加入欧盟 他可能还有机会 那已经既有的 像中国大陆在希腊 这个 以港湾建设部分 他已经都成立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将来是一个贸易的纠纷 也就是说 你这些国家 你既然加入 这个国际贸易 国际世界贸易组织 你有没有权利 做这种保护主义的政策 来阻止这种 工程服务业 在你的市场上的公平竞争 我想这个将来会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主要的核心观念 观念就是说 政治跟经济可不可以分开了 实际上的话是不能的 但是你在政治上的打压 跟经济上的追求 本身是需要配合的 我觉得你这边讲的国家里面 涉及到了欧洲国家 还有澳洲 或者说是北约 欧盟 这些观念的话 因为我必须强调一个观念 就是说 我自己在欧洲住的时间比较长 你自己可以想到 欧洲基本上社会福利国家 现在有一点转不动 马克宏的话 马克龙现在到道路 他不晓得他要打出什么 什么艺术创造 什么奢侈品 因为法国现在已经 到巴黎 大家光垃圾就两三个月 都没人收了 这个情况都是算是 就非常危急 公共卫生都有问题了 你知道吗 所以说现在整个讲起来的话 这个人络绎不绝去大陆 最主要大陆心里难道不明白吗 你为什么来呢 你不是说我不好吗 像冯德莱恩还好意思到大陆 我真的不晓得他那个饭 我会不会担心人家下毒啊 对不对 他今天在讲的 这问题都讲一大堆 中国这个不小心 那个不好 那个不好的 对不对 但实际上去的话 是代表欧盟 马克龙拉着他去的原因 就是说 不是说只有我们法国 要强调经济 欧盟本身也全部强调经济 西班牙是个例子 那个我觉得比较不了解的 就是说 那像芬兰的话 他们现在改选的话 原来那个马林 就是那个开 上夜店开party的 那个马林 对不对 本来我在学那个国际政策 有个字叫芬兰化 芬兰化的意思就是说 芬兰维持他们那种特殊 透过自己的力量 维持的中立 跟这个苏联 那个叫苏联 现在俄罗斯就维持这种边界上 虽然交界 但是彼此之间算是维持一定的安全 现在芬兰加入了北约的话 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讲的话 其实他们送出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讯息 让这个俄罗斯了解到 非跟中国好不可 然后这个西边就没有一个人值得信赖了 那这个情况 这个不是布里希斯基讲的最可怕的美国式的梦魇吗 你居然把俄国都推到他这边来了 另外的话 有一件事情让我很惊讶 我搞不清楚 乌克兰拿钱原来是要付利息的 付利息代表要还的 我本来以为这个钱 我本来以为是blank check 因为最近那个 那个不晓得会不会见到的那个麦卡锡 他那个泽连斯基邀请他到那个基辅去看一看 他说 I have no blank check 意思就是说没有空白支票 那就我还以为说是这个泽连斯基很厉害 如果说泽连斯基的钱要还的话 他怎么可以跟布莱德比特相比 人家布莱德比特的话 交完税就他自己的 泽连斯基的话 有没有税我不晓得 但是接下来的话他要面对的要还钱 乌克兰凭什么还钱 光是还钱这些事情 乌克兰就得打下去 还不来 全世界一共 2021年的这个统计数字 贸易总额 全世界贸易总额44.8兆 44.8兆 中国是最大的贸易国家 总额是大概是6.05兆 那么在整个全世界贸易额里面 13.5%左右 那可是呢 现在目前全世界贸易所使用的这个交换的这个货币 那么中国大陆只占大概2.2左右 2.3左右 美元大概还在四成 欧元也大概四成 然后接下来就是英镑日币 人民币 所以这个目前 这个排序现在也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那最主要原因我想我想最主要就是说 现在世界上最大的贸易的这个商品来讲 主要是能源跟粮食 能源跟粮食的总的贸易量 可能在全球贸易量的40%左右 那现在能源跟粮食基本上 它在交易的时候 大部分使用的都还是什么 都还是美元 所以这是美元 今天能够称霸世界主要原因 可是呢 能源跟粮食交易 能不能改成非美元呢 当然可以 那就要看沙烏地亚阿拉伯 跟这个OPEC Plus 愿不愿意做 那么沙烏地亚阿拉伯 今天它的安全靠美国 原因是因为大概1970年代 沙烏地亚老王跟美国 做成一个所谓的 Gentlemen's Deal 君子协议 就是石油一定要用美元来交易 那一方面就是说 沙烏地从美国那边 换得了安全保障 因为沙烏地既不民主 又是皇室 那么有很多 美国认为的人权记录 美国的安全保障就是 我不来颠覆你 所以这个对沙烏地 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保障 那可是呢 美国说那你以后 跟任何国家交易石油 你卖石油 都一定要人家要求 用付款用什么 付美元 所以这就是 今天美元 今天还能够维持 一个国际地位 很主要原因 另外这个粮食 大部分透过期货市场交易 大部分的期货市场 你知道今天世界 期货市场中心在哪里 在芝加哥 所以大宗货品的交易 基本上都在美国 那当然是用美元来交易 所以这个局面不改的话 你要取代美元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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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位 蛮难的 可是现在已经各国 现在已经慢慢 比如说俄罗斯 它的能源 它的粮食交易部分 它就已经跟中国之间 不用美元了 可是 沙烏地 阿拉伯 跟这个海湾国家 目前只有 这个 海湾国家中间的 一个国家 它最近 它的 天然气的交易 不用 美元 第一次用人民币 所以 必须要 如果说要把这个美元的地位取代的话 那必须要在大宗物资 尤其能源跟粮食上 慢慢来改 那我想现在就是说 如果说 巴西 俄罗斯 阿根廷 还有这个沙特 他们渐渐愿意在 能源跟这个 粮食上面改用 人民币的话 那美元的帝国 可能就会 动摇 大家纠正一个观念 就是说是 事实上这个国际中 不要说国际 人跟人之间 只要讲到钱的问题 都是非常非常现实的 所以说对美国来讲 对中国来讲 对世界所有的国家来讲的话 只要能够维护自己的财产 那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美元本身 它运气很好 因为在1971年的时候 这个8月15号 美国总统尼克森 那个时候的话 美元下令 就是打破 布莱顿森林协议的时候 脱离了金本位制度 那个时候 因为欧洲国家 法国 瑞士 德国 什么都不断地提取 本来是35美元 换一盎司的黄金 他们一直不断地提 提的话 美国从2万顿 变成剩下8000顿 然后发觉不得了 马上一脱离 一脱离以后 他那个财政部长 就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 但是是你们的问题 所以说这句话 一讲了以后 当然话 其实这个整个世界上 不过我必须要说一句 公平的话 这个世界上 今天之所以 会让会产生这种东方列车 一人一刀来杀美元的情况下 就表示美元可以挨好几十刀 搞不好挨好几万刀都不一定 因为美元本身这个地位 就是说是他已经非常巩固了 而且再加上 美元要是不保的话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财产 都有问题 你知道吗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是说美元目前为止的话 它会遭遇到未来的狙击的话 第一件事情 就是说所有这些能源大国 俄国 沙鲁地 伊朗 巴西 这些能源大国的话 对于中国来讲的话 通通是中国的逆超国 中国要跟他们买很多能源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用你的本国货币可以交易 用人民币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 它不必担心 因为其他这些国家的货币 它可能会贬值 对不对 那人民币比较相对而言 比较稳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就是说美国本身的话 讲了一大堆口号 就是沙鲁地 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 就是说他现在 这个被拜登 骂过是建民的 这个沙拉曼 他本身来讲的话 他故意制作这种感觉 目前为止 小打小闹 就是要测试美元 石油美元本身 能够容忍的地位 到什么地步 沙鲁地 阿波的安全 各方面来讲的话 所以他为什么要跟伊朗 要建交 要和平 最主要原因就在这 然后第三个的话 最重要的就是说 美国自己乱印钞票 大家有没有听到 叶伦消息说 美国到了2033年 十年内 要蒸发二十万亿美元 那谁敢相信 美元能撑这么久 这边讲的都是 五年内美元 就可能要面对问题 今天G7的国家 的主要货币 美元 欧元 英镑跟日币 那么很多国家 开始逐渐地在抛弃 我觉得最主要是 他们自己 把自己的饭碗搞砸了 本来 斯维特这个体系 不能够随便去碰触的 但是他们把斯维特这个体系 拿来作为工具 用来修理俄罗斯 对 那如果不是因为俄罗斯 有黄金跟石油跟天然气 俄罗斯早就瓦解了 那你想世界各国看到 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们怎么会再相信 会害怕 对 会害怕 他们不会再相信 G7的这样的一些国家 所以当然他们要想办法让自己能够活下来 因为Visa卡跟Master卡就这样被断了 那他们本身在国际信用方面 他们如何支付 所以你会看到印尼 蔡英文这一次匆匆忙忙的跑到中美桌一趟 过境美国 他本来就是拜登政府设计好的 叫蔡英文在四月初不要在台湾 到美国去过境的时候 让麦卡锡不能到台湾来 拆除麦卡锡到台湾来访问时候 可能产生了两岸的紧张 这个基本上是各方面都了解这个情形 所以前一段时间有一些媒体报导说 可能麦卡锡不跟蔡英文见面 这个是有问题的 那对于这个麦卡锡昨天已经发布 他要带了什么两党的议员 那我们大家瞧主要其实不是其他的议员 可不可以跟这个蔡英文见面的问题 主要大陆所关心的是麦卡锡 本人是美国总统第三位 这个顺位的一个继承人 所以无形中的话 他这种身份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就相对的敏感 现在各方面都有崩的神经 很紧张在处理这个外交问题 就看麦卡锡讲什么 蔡英文讲什么 那至于毛铃所讲的语气 基本上还算平和 坚决反对 可是坚决反对 接下来就没谈什么 那既然没谈什么的话 很可能主要这个麦卡锡跟蔡英文的言论 没有什么太出格的话 这个事情可能风波就过去了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动作 或者一些什么提高什么围导演习 所导演习应该不至于 那如果没有到了所导演习 那跟上一次应该也不会像上次那么严重 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应该就是结案 那至于这个美国印太司令部提高戒备 他有提高戒备跟没有提高戒备有什么差别 因为什么远在天边 对不起 所以帮不上什么忙 老师比较的特别要注意的是 2014年菲律宾跟美国就签了一个EDCA 就是Enhanced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 加强防卫合作协议 所以在当时这个协议里面 菲律宾就要提供五个军事基地 海空军基地给美国来使用 不过这段时间以来 美国在菲律宾有签了这个协议 十年来并没有有一个大规模 或者长期的驻军的现象 所以目前多增加三个军事基地 四个军事基地加起来总共九个 听说应该在讨论第十个 好吧 新加的四个什么特别的现象 基本上这比较北边的海军基地 或者空军基地 基本上是有点在对应巴士海峡 因为这里面大概距离 尔兰比大概有四百公里左右 第二个在巴拉望岛最南端的岛屿 那基本上这个地方是在跟中国解放军 在美济礁的可能部署有关系 因为一直都有传说 美济礁将成为中国核潜艇的补给基地 那中国大陆方面目前的核子潜艇的数量 还是有待增加 盾位数也有待增加 那如果到一定的成熟程度 你看到说中国大陆跟俄罗斯联合在南太平洋 进行海军的演习 那有很多的核子潜艇 这也不必去意外 因为那个东西本来就是符合 符合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些军事利益 为了保卫他们在南海的运输线 这一点天经地义 别人不能说些什么事 那至于所谓的 这个阿库斯能够 他们有多大前置作用 我是存疑 那至于这个安华 安华是的确要跟中国大陆好好地商量 因为他们的沙拉越省 就是比较远离一点 沙拉越省 离这个增母暗沙 大概只有100公里而已 所以对于他们要开发海上石油的话 也就是在增母暗沙以北 那中国大陆这边应该就是 会跟马来西亚好好来商量 可能也会采取共同开发的模式 因为马来西亚相对的是非常支持 中国大陆所提议的南海行为准则 不像菲律宾现在还受美国的影响 还在那边进进退退 进进退退 有点困难的样子 那菲律宾的前总统亚罗裕 谈的网友特别提到 说海上问题不能阻碍双海边关系 其实就是南海问题 那所谓不能让第三方破坏 中非的有好关系 第三方是谁 就是美国 那美国想不想破坏 那当然想破坏 不过菲律宾也要自己想一想 美军驻扎在菲律宾那么久 除了留下1万5千个 没有爸爸的混血婴儿以外 到底还给菲律宾什么好处 就是又穷 对不对 又落后 那是谁把你带起来的 不是杜特帝 那杜特帝为什么能带起来 不是因为他跟中国合作的关系吗 所以菲律宾 包括小马可是肯要想一想 是这样的 这个消息一公布以后 我相信 参英文本人也好 或者民进党也好 一定很开心 松了口气 因为他们一定很兴奋 所以你看那个很高调 姿态很大 然后好像就是说 这样子就把国民党 就狠狠地打趴了一下 然后也羞辱了中国大陆 这是对民进党来讲 对蔡英文来说 他们确实是很开心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问 就是这样一个会面改变了什么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会面 他们就承认台湾的法律地位 政治地位 然后让台湾跟美国就正式建交了 然后美国跟中国大陆就断交了 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 那美国因为麦卡锡跟蔡英文见面以后 他们就放弃一个中国原则了 还是他们还是会在讲说 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是 那我想答案大家都很清楚了 台湾拿到是空的 是虚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 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举措 那就给解放军带来了一个 可以在台湾的周边 是 实施更各种不同的 那么更贴近台湾的各种军事演习 是 或者是军事操作的条件 也就是说 在过去他在二四海里之外 那如果说在未来的军援 贴近了十二海里 台湾是怎么处理 是 那也就是说你是要硬对硬跟他对干 还是不要 那坦白说 你美国的印太司令 根本没有准备好跟解放军交战 是 所以他嘴巴叫一叫 我保持警戒 然后呢 郑云兄讲的很对啊 那么远 然后你第七舰队敢就杀进来吗 你第七舰队敢杀进来 那你日本要不要卷入这个战火啊 所以我觉得 美国根本没有准备好 也不敢跟解放军交战 那解放军如果在十二海里 开始举行空军的 或是海军的 这种军演的时候 那台军怎么办 怎么处理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问一下 那美国更有趣 美国说强烈的敦促中国大陆 反应不要过度 那我们要问的问题是 过度的标准是以什么标准 以佩洛西来的作为标准 超过了 那就是过度 那刚好或是低于 那就比较过度 还是什么 第二个是谁界定 你界定还是我界定 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 解放军的观念来讲的话 这个你有美国 有你美国说话的余地吗 我们到今天为止看到 日本却保持安静了 对 林芳正去完了以后回来 目前来讲传出 也就是中日韩三个国家的元首 可能要会面了 这个时候日本却保持安静了 那美国的白宫 也只能够敦促说 这个不要过度反应 不要过度反应 意思说你可以反应 但是不要过度 那这个不是都有很多的 玄外之音吗 说你可以反应 不要过度 拜托拜托 那这样的情形下 对于台湾来讲 对民进党来讲 那到底对台湾 对民进党来讲会加分 还是会失分 还不一定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变数是很多的 菲律宾这个部分 我倒提醒菲律宾 美国事实上 它是很希望 在东亚一直到南亚 要不就是日本 要不就是台湾 要不就是菲律宾 变成另外一个乌克兰 也就是说如果能够让一亿多人口的日本 跟中国大陆打起来 那这个削弱大陆的综合国力 那这个有利于美国继续保持领先 反正死了一两千万个日本人 没关系 要不就是两千三百万的台湾人 跟大陆打起来 要不就是八千多万的菲律宾人 跟大陆打起来 所以我觉得对美国人来讲的话 这三个岛屿怎么跟大陆打 对美国人来讲它都赚 所以你会看美国在这个地方很用力 刚才我们谈到国家很多 有法国 有德国 有欧盟 有巴西 当然还有美国 马克宏要来中国访问 当然是应中国的邀请 是一个很正式的邀请 所以就由华春莹来宣布 那至于这个冯德莱恩 他跟中国的关系 当然是非常的冰冷 所以中国大陆也就找了毛铃 简简单单顺便提一下 没有说他是邀请他来做什么 只是说中国跟欧盟 讨论讨论以后 就来到中国 这样子而已 华春莹是副部长级的 新闻师师长兼外交部长助理 但是这个毛铃只是副师长 所以两个关系就差了两级到三级 这代表什么含义呢 代表说两者对于马克宏 跟这个冯德莱恩分开来处理 照道理在外交仪式上面 冯德莱恩是欧盟的 某种程度来讲算是欧盟的总理 前段时间到中国访问的 那个米歇尔算欧盟的国家元首 一个总理就像当一个政府首长 那中国就是白冷面孔给他看 因为他过去的言行真的是很糟糕 那现在又厚着脸皮要到中国来 不晓得他来干什么 难道他要去推动中欧投资协议 如果他真的这么做的话 那基本上中国大概就会既往不救 不过马克宏也不要想说去欧洲 去广州就可以拉拢什么 跟习近平主席的个人关系 那你想太多了 国家之间的关系 不会有什么私人关系的 最重要如果你马克宏到中国来 除了要做生意以外 当然中国一定欢迎你来投资干嘛 但是如果你能够公开表态说 支持中国政治解决乌克兰的 十二点立场的话 我想中国一定会热烈欢迎 那可是你要不要配合美国 整天在打压中国的企业 你自己要讲一讲 你法国的阿尔斯通 也不就是被美国人硬生生 给打得到最后倒闭吗 你的潜水艇的订单 不是被美国人给没收了吗 那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我看马克宏最好想一想 这个人其实胆小 胆小得不得了 那至于这个美国 不只是在制裁中国的企业 现在所有的中国的人都要记得很清楚 美国不是中国的敌人 但美国政府一定是中国政府的敌人 这是很清楚的事情 也是中国企业的敌人 哪一个国家打压人家的生意到这种地步 你那标个港也不能得标 人家做个这个什么通信 华为就不能得标 已经到这种地步了 那这个是百分之百的 就是已经摆好敌人战线 自己谈到巴西 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台湾驻巴西有一个办事处 有个外交官 坠楼从16楼坠楼死亡 他的妻子才刚刚发表公开信 说他因为不愿意报销 这个1200多万新台币的一笔款项 那这一款干什么 没有人知道 所以才被他们这个外交部修理 气愤难当而跳楼自杀 那如果这个是属实的话 那不就是跟上一次大阪办事处 一模一样吗 那外交怎么搞到这种外交人员 都要跳楼的地步了 我说搞不懂 这个蔡英文现在在美国 还笑得出来吗 那巴西总统 我觉得他做得很好 为什么 他同时要 等于是第二棒接上去 要来促成俄乌的一个和谈 那中国走第一步 巴西走第二步 那就看看法国要不要走第三步 马克宏你最好还想一想 那金砖国家 我是觉得金砖国家 如果是要打造一个什么 金融跟政治论坛 这种说法 德国之声的说法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 大可不必 为什么 堂堂的金砖国家 搞个论坛有什么意义 你要搞个IMF出来 搞一个国际货币的结算机制 金砖国家不是搞了一个新开发银行 就是被称为小IMF吗 你就大大方方 说我们金砖国家 货币基金银行 就把它开起来了 不要那么 别别牛牛 搞什么国际金融政治论坛 搞个论坛没用 太瞧不起中国 中国现在已经不是搞论坛这种角色了 好不好 这次马克宏跟冯德莱恩 因为冯德莱恩是应马克宏的邀请 这个最主要就是 本来中欧 中国大陆跟欧盟 有一个定期的会晤机制 而这个定期的会晤机制 是跟欧盟的领导人 一个就是米歇尔 地位是高的 冯德莱恩地位是较低的 因为冯德莱恩是大概就部长级 总理 没有啦 他就是部长而已 米歇尔 因为冯德莱恩只当过国防部部长 米歇尔他是比利时的总理 米歇尔他是部长会议的主席 冯德莱恩他是比较像是秘书长一样 这样的一个角色 他的任务就是有关于行政部门 跟欧洲议会之间的协调 所以中欧的全面贸易协定 签署了以后 推这个协定的应该就是冯德莱恩 应该到欧洲议会去进行这个工作 但是由于冯德莱恩本身的愁忠反忠 而且已经磕在他脑袋里面成为一个意识形态 所以他不愿意去推 这个他的老板 也就是梅克尔当总理的时候 所努力完成的这个中欧的贸易协定 而这个谈了很多年 这个对欧洲是很有帮助的 但是冯德莱恩就是不愿意去推 不愿意去推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胎死腹中了 到目前为止 欧洲议会还是没有批准 好 那冯德莱恩要到中国来之前 他就放话了 对 他说中俄的关系定位 那个定义中欧的关系 对 他的意思也就是 你中国必须跟俄罗斯划清界限 你要全力挺乌克兰 这样的话 你就能够改善跟欧盟的关系 不然的话 欧盟将继续跟你对抗 姿态很高 姿态很高 而且他之前还做了一个大动作 才昨天 他说我们应该要对中国大陆的战略 要更大胆 要更具攻击性 这样的一种做法 那你想这样的一个人 米歇尔不肯跟他来到中国 对 因为米歇尔不肯跟他同行 是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 是中欧的定期的会晤 对 每两年一次在欧洲 一次在中国 是定期的 所以他应该是跟米歇尔一起来 可是米歇尔不跟他来 那他怎么办 就只好由马克宏带他来 打包 马克宏打包 马克宏带他来 可是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这不合外交礼仪 因为你马克宏来的是国事访问 是三天的国事访问 所以就有更高阶的花春莹 他直接宣布习近平邀请 来三天国事访问 但是冯德莱恩是中欧商量的结果 各位观众朋友 一个人跑到中国来 是中欧商量的结果 商务团 这个商务团 这等于是摆得很低了 摆得很低了 那也就是说 跟这个人谈没有什么寄望 而且你要挑拨中俄的关系 别想了 你那个智能也还不到 因为这个人他主要的是想要去 角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秘书长 秘书长是十月份就任期 第三任就到了 那他想角逐 现在是英国强烈反对 但是他的背后 他要看的是美国 美国硬撑的话 他还是可以干得上 所以你可以看出他这个人 他全家都是美国公民 对 他全家 他是双重公民 他既是德国公民 又是美国公民 那他就等于是代表 美国在欧盟利益的代言人 那各位 我最后补一点 我判断 马克宏到广州很有可能 是去看核能的问题 因为中法的核能的发展 最早是法国是师父 中国是学生 是徒弟 所以是师父带徒弟 但是后来中国大陆 演变成为两个 中国已经从徒弟 变成跟他一样 合作伙伴的关系 共同设计英国的那个核电厂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中法合作的一个典范 是 马克宏很有可能 就去看大亚湾等等的 这个法国过去 在中国跟中广核 他们的核能发电的成功案例 看能不能再创造更多的 例如说 有没有可能创造 这个空八 更大类型飞机的合作核电 我猜了 这一次的OPEC要石油减产 其实减产最多的是两个国家 一个是沙特要减产每天50万桶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 要减产50万桶 两个加起来就已经 所有的减产数量的 超过一半以上了 那这两个国家基于什么动机 要减产 那我很清楚 就是俄罗斯需要庞大的资金 因为如果价格再跌下去 他收的钱越来越少 那这个沙特也一样的 前段时间 他刚刚踩到瑞士信贷的地雷 赔了不少钱 可能也要补回来 还有他要盖一个新的城市 那这个地方 也需要筹值足够的资金 当然不允许石油价格 继续往下跌 那现在石油价格不往下跌的话 就会开启一个通货膨胀的预期 通货膨胀的预期 就让人家觉得美元的利息 还会再往上涨 那美元利息往上涨 美元的价格就往下跌 甚至于美元的汇率 也会往下跌 那看在目前正交头烂额的 美国总统拜登 跟财政部长叶伦 他一想心里面就发毛 这样下去还得了 这个美国的经济衰退已经够惨了 接下来通货膨胀又要重启的话 那不是雪上加霜吗 所以当然会对这个沙特 给予某种程度的口头上的一个批评 但有用 这实在是没什么太大的帮助 现在沙特 因为已经没有来自伊朗的威胁 以前沙特非常害怕 来自伊朗的威胁 现在经过中国的绰合以后 两边不只是要建立外交关系 而且昨天 这个伊朗跟沙特都宣布 伊朗总统要访问沙特 现在又谈到说 伊朗愿意把他的高铁计划 让沙特来投资 因为伊朗有一条高铁 是从他的首都德黑兰到 他最东部的一个城市 那这个当时1000公里的一个高铁 基本上中国提供80%以上的贷款 那现在变成股权的话 沙特想要有这个投资机会 因为伊朗就是8000多万人口 它的高铁保证有人坐 不会赔钱的 所以这个基本上不是问题 所以这是获利很好的一个高铁 好生意 好生意 所以那对于伊朗来讲也很好 你资金由沙特到伊朗 然后伊朗到中国 那中国再到伊朗 形成一个很好的 一个一带一路的良性的一个循环 我觉得是很好 对 自己川普很特殊 这两天因为什么 AFV女性的事情被起诉 他的民调昨天这样做完 民调竟然是多少呢 48对19击败谁 击败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迪森德斯 所以这种事情越闹的话 我看拜登如果没有办法 在这个明年总统大选之前 把川普抓去关的话 那我看拜登已经落选了 因为过去也有发生过 也就是两党不同党在执政 然后也是国债的问题 闹得上限 然后越来越接近 现在是在考验谁的耐力 也就是说到最后 一旦如果真的美国倒塞了 这个在美国过去历史上 没有发生过 没错 那由于没有发生过 所以到最后都会 双方都会让步 也就是说 不管是共和党或是民主党 到了临界点的时候 双方都会各让一步 然后就让这个危机化解 可是那是在过去 对 那为什么我们会强调说 那是在过去 是因为再怎么样 过去的民主党 共和党都以国家的大举为重 这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以避免 整个国家社会分裂为重 可是现在不一样 从上次的川普的选举 其实从高尔的选举 小布希那时候 已经开始看出来了 一直到希拉蕊 到现在川普的选举 美国社会是撕裂的 对 那么撕裂的时候 两党都已经不再 以国家大举为重的情形下 我倒认为过去的经验 就不能够用在这一次 所以相当有可能 今年的六月 有可能倒在的可能性 是 就会发生 所以我觉得就不能够 再用过去的案例了 所以我认为 拜登不能够掉以轻心 拜登不能够再以为说 这个共和党最终 还是会顾全大举 以国家利益为主 我觉得这不一定了 这一点我是认为 拜登如果过度乐观 拜登会自己 给自己的国家带来 永远没有办法 弥补的险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您提到 叶伦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 来自于美国 拜登的十愿而匪 又是说一套做一套 美国当初有跟 沙特阿拉伯保证 说当我的战备除油 要开始溢注了 因为美国当时 在面对石油危机的时候 他是把战备除油 拿出来 大概用了几亿桶 他现在要开始补了 要开始补了以后 他当初有跟沙特 保证说我一定会向你买油 结果没有 没有买油以后 沙特就觉得说 你又在玩我 在骗我 因此当他发现 拜登开始在补战备油的时候 买自己的油 他瞬间 他马上召开 这个OPEC的会议 然后强调要一百一十五万桶 然后再加上俄罗斯的 五十五还是六十万桶 价一加起来 那就是一百多块两百万桶 再加上之前 他们已经减少两百万桶 那你想想看 这个当然国际汽油价 国际的 期货的石油价 当然就标起来 那FED就痛苦了 因为当油价一上来以后 通膨看起来又控制不了 控制不了 那FED要不要升息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 拜登自己本身的言而无信 给自己带来麻烦 这件事 简短